我最想要跟他講的 不外乎就是謝謝你陪了我16年 你真的給我上了一門很重要的課程 原來人生就是這樣 那麼難走 但媽媽克服了 媽媽覺得現在走得很順了 也謝謝你一直在幫媽媽的忙 這是正夜生前難得的影片紀錄 那麼的勇敢堅強 但他在2010年因為心臟病過世 那年他只有16歲 讓深愛他的媽媽傷透了心 正夜年紀輕輕卻是個熱心助人的孩子 媽媽小燕姐說正夜以前 還常常把受傷的小動物帶回家照顧呢 就是這樣的熱血心腸 他過世後還捐出了眼角膜和全身骨骼 一愛人間 正夜在家排行老三體型最魁梧 身體也一直是全家最健康的 沒想到在國一那年發現身體不太對勁 其實是6月13號那天 他下午回來 他跟哥哥說他覺得胸口悶悶的 只覺得說他可能就是打球太累 那6月14號那天中午送便當過去 看他嘴唇都變白了 我就很緊張 我說趕快跟老師講一下 我就趕快直衝去馬街醫院 馬街醫院二話不說就把他關交互病房 就電擊了 我整個傻眼 我只會一直掉眼淚 我整個傻眼 小孩咧小孩怎麼直接就把我送進交互病房 在那邊電擊 我不覺得他那麼嚴重 做媽媽的要怎麼接受啊 明明健康的孩子突然間就被送進加護病房 最後確診是擴張型心肌病 無藥可依 只能等待心臟移植 我說不會吧 哪有可能那麼嚴重 我還自認為說不可能 現在以前那麼發呆 應該我們的會有藥力 而且他又是年輕人身體那麼健康 又不像老人家說比較沒有抵抗力 沒想到到後來要幫他裝月科目 才進階道說真的是病入高房 真的不得不去面對跟承認這個事實 媽媽說正夜從來沒有在家人面前 表現出難過的樣子 甚至自己都快做不了了 還想著要幫助別人 我們同樣住加護病房 就隔一個門簾而已 那個才四歲小孩 就聽那個醫生在跟媽媽講 說他等到心臟了 好像阿姨不夠錢 正夜一聽到 他就叫我包兩千塊 一定要用他的錢 我拿給對方 其實我也希望我的小孩得到 但我在拿給對方的當下 我又替對方的母親高興說 你們的小孩等到了 這是我們家小孩的一點心意 我覺得我們正夜真的 讓我覺得說 他 他 好 好堅強地在面對這 他自己都 不知道的明天 然後在為別人做的事情 然後也在做給我看 他做得很棒 他 時不時就會跟我講說 真的我先離開你 你真的不要太傷心 那種感覺我可以知道 你會很想念我 但是 你差不多痛個兩年 差不多 只要你熬過這兩年就沒事了 然後我也不當一回事 到後來想一想才知道 他其實 話裡有話是在鼓勵我 一定要堅強 我過這兩年 他除了上學離開我 我每天都跟他黏在一起 他從出生到離開 我們兩個都是一起睡覺 所以你可以想像 到16歲 我們母子之間的感情好到這麼的好 那你說那兩年會活得有多苦 我除了睡覺 我沒辦法做任何事 睡覺是要夢見真夜 那如果醒著是好想 好想真夜 是一直想著要去找他 所以我這邊一定會有人盯著我 因為我想他還未滿18歲 他還需要媽媽 正夜過世那天 媽媽只記得一件事 那就是正夜生前交代過的 他要做器官捐贈 爸爸第一個就是很反對 很生氣的說不行 因為他那麼的疼愛他 然後他不想他這邊各一塊 那邊各一塊 他跟我恐嚇說 你知道正夜如果捐了手腳 就沒辦法走路回家 捐了眼睛就沒辦法看路 這樣子你捨得嗎 是你想要的嗎 我當下真的被他嚇到了 但是就是有一股力量 就是覺得說我今天不幫他做 最後這一件事情 我好像會對不起正夜 正夜生前一直在幫助別人 他一定很想這麼做 媽媽說什麼都要替他完成醫院 就這樣正夜再度被推進手術房 不是等著被救 而是要救人 甚至媽媽後來在整理正夜遺物時 才發現 他早就把想要器捐這個願望 寫在筆記本上了 看到這一篇我簡直 哭到不難自己 因為我一直感到說 還好我真的有幫你錢 要不然我一定會自責一輩子 你怎麼善良到這種程度 你竟然會寫在本子上 你多麼多麼多麼讓我敬佩說 你這種決心 因為我怕痛都來不及了 我還想堅 我就覺得說 喔那時候的他怎麼那麼堅強 很沒辦法接受看到那本日記的 當下的那種欣摧的感覺 也不捨 最後正夜的愛救了50多人 也是因著這份愛 讓媽媽在痛苦中感受到希望 如今十多年過去了 對正夜的思念從來沒有少過 但媽媽知道 她要為了正夜成為更好的人 在登陸中心看到一些受贈者 他們活得很健康 然後他們給我們的正面感覺是覺得說 我們正夜的東西就剛好是在他們身上 所以他們是讓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正夜並沒有離開我 是讓我感覺到說 周遭更多人來愛護我 我應該好好活給正夜看 我不能輸正夜 所以正夜以前煎什麼 我現在一定要比他煎得更多 身體顧好 以後要煎器官才會煎得比正夜多 這種心態 所以我現在活得很快樂 而且很感恩說 正夜給了我16年的時間 讓我擁有它 也上了一個很重要的人生課程說 生離死別的過程 然後要我怎麼去走這一條 人生路的後半段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並加入 按赞开启小铃铛 国内外大小事 下载三立新闻网APP 及时新闻不露接